大概就是會這麼操作 那也許這才有可能 我們去面對其他的意思 因為作為當事人 我們最直接面臨到的那個問題 那個卡住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在現場去做那個訪問 如果是我 我會這麼做 對 我講一講 就很快講 不到一分鐘 我不知道立新基金會 對這個作為原神家 什麼同志無音地搶什麼 他們公開了我們才知道 公開什麼我們才知道 但是我覺得立新基金會 跟它類似團體 這過去一二十年來 要為台灣今天的性政治的一些壓迫 要負責任 這個就跑不掉 就沒有辦法被挑白 性騷擾這個問題 在我看像這樣一個問題 一個老年人 老伯伯在床上 病堂上 人家去照顧 他去摸人家 這個問題 我可以告訴各位 因為經過二十年以後 我們覺得這是個大問題 那我可以告訴你 我覺得這不是什麼大問題 你今天你專業去照顧人家 你就可以處理這個東西 那這是你專業的部分 好 這是我還要講的 相反的你把這個問題變成了 經過二十年以後 把這個問題變成一個很恐怖的 很重大的事情 這個這個事情本身被問題化 就是我覺得這過去二十年來 一個這些團體要負大責任的地方 謝謝 有興趣的朋友 應該看看最近針對熱線 在血汗長照現場 拿了那個標語牌的問題 抬一抬 這個熱 熱線這次在血汗長照的隊伍當中 有拿出一個標語牌 認為長照的服務裡面 應該也要包括提供 這個情慾方面的需求 還引起很大很大的爭議 臉書都把它們停了 那這個問題就是剛剛在這裡講的 就是我們其實在過去這二十年當中 已經形成了某一些制度上的東西 以及大家感覺上 情感上的問題 把很多很多的 應該照顧到的情慾上的事情 都被當成問題 所以這也是王萍剛剛提說 對信尚爾黃志塔本身 把哪一些東西列為有問題 本身就是要被問的 被質疑的 好 沒有人要提問的話 我們就要兩個人去補充囉 你們趕快阻止他們吧 有沒有 沒有 就表示你們很想聽他們講 你想 哎呀這個人錄影錄了半天以後 太想講話了 這是苦辣嗎 呃好 可能大家害羞了 那個 我想請問台上其實各位啦 因為 比如說 我剛剛聽下來 其實 比較清楚的是王浩總講說 他覺得現階段你去爭取 統治會議或多元家庭 他不是一個 邁下一個更進步 或更解放的一個步驟 如果我的理解沒錯的話 那我不確定台上其他的教育 因為其他講者的講法比較像是 好像 你現在談同志婚姻或多元家庭 沒有辦法去處理或解決某一些問題 但是 好 那現階段到底 大家 你們覺得說 同志婚姻或者是多元家庭 是不是一個現階段可以走的步驟 就是他是不是一個階段性的東西 還是像王浩總 可能王浩總覺得說不是 那 我覺得 剛剛在大家談的部分 這部分有一點 模糊 所以我想 反正現在這個階段就是大家 好好的去談 第一個問題是這個 然後 第二個問題是 那 如果說 不管是或不是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是一個階段性步驟 跟不是一個階段性步驟 它其實都是一個不同的 可能的運動的 論述或路線上的差異 那 那如果說今天 好 回家滅混這個東西 這個方向 它變成一個 運動的方向的話 就不僅僅是論述的開展 那實質上要怎麼做 有什麼樣運動開展的 可能性 或者是實際上可以去做的事情 好 那當他真的變成一個運動去開展的時候 那他怎麼樣去面對現階段 大部分的同志團體 或者是 很多同志去追求 所謂的回家這件事情 是要站出來 站出來 比如說 就站出來反對呢 還是說 你們要這個 我們不跟你反對 可是我們談的是別的東西 就是到底這個 在這些階段 要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還有沒有人要跟的 有嗎 沒看到 好 海峽是對運動策略 運動倫理 運動應該怎麼進行的提問 就看你們要怎麼運來 他們兩次 好 那還是到剛才說的 浩中跟宏林先補充他們想要講的 他一講就講太長 那個 我其實有點想接一下 就是前陣子有那個 意大利的那個抗議的那個女生啊 去親吻那個警察 大家知道這個新聞嗎 昨天也才在聊這件事 我覺得 社群或者是說 支持性別平等的人 對這個議題 有一點小心謹慎 就是大家知道這個事情嗎 就是一個女生在抗議的時候 去親吻那個鎮報警察 然後去 那個畫面拍出的是非常唯美的 就是他 他非常輕柔的親吻那個那個面板 可是其實他做了很多挑釁的動作 他後來自己也認為說根本是挑釁 因為媒體第一時間說 這是他的愛的展現啊 那個他在現場呈現出一個 和平的寧靜的那個畫面 被濃縮出來這樣子 好 我說的那個 大家對待這個事情 非常小心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有點回到就是 剛剛前面在講性騷擾的這個問題 就是性騷擾這件事情 被強烈的問題化 為了過去 特別是台灣過去在打造這個 性別平等的路徑上面的時候 為了保護女人 所以創造出一個非常動輒得救的空間 就是動不動 老師上課開個黃腔 可能你也會被遣除 說這是性騷擾 等等的 這些問題 所以我說 我們現在目前都是在這個成果 打上誇胡的成果上 討論這些事情 所以老卡說應該要回頭清算 或者說他們逃不了這個責任 那大家看這個親吻的警察 這件事情很小心 就是說一個女生去親一個男警察 那我說大家的小心 就是說 如果今天反過來在台灣 是一個男人去在抗爭現場的時候 去用這種方式 用親吻 或者用襲凶的方式去對待女警的時候 大家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是回到那個性騷擾的語境底下 因為如果今天是一個想像一個弱小的女子 去對抗一個恐怖有力的男人的時候 他似乎是有正當性 但是今天如果在一個抗爭現場 一個男人去用這樣子的方式去 反擊一個即將要強制執行的一個女警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評價他 我認為大家這件事情就卡在這 就是說不太敢 那麼一下子跳進去支持這個女性 因為很怕反過來馬上就打到自己 那他都必須要回頭去檢討 好我們現在對於這個動輒得救的性騷擾的這個定義 就是說不管語境 不管是不是涉及他們現場的這個具體的情境 反正只要做了哪些動作 這些動作就是不可以被允許的 好這個是我的一點感覺 這樣就補充 那我本來因為就是準備的東西 我就因為剛剛時間的關係 我就沒有講完 可是其實後面的東西只是拋穿隱域而已 最後這個隱域的動作 就是還是希望在台下的那個 像屏飛的另一位 飛就是丁乃飛老師 還有劉仁鵬老師 希望可以多做一些說明 因為老實說 我覺得我在這部分的這個認識 跟閱讀都還是很初步的 那我的一個感覺 就是說 特別我前幾天看到那個 陳芳明在聯合報寫一個 我認為不是陳芳明的個人 是他代表了一個很主流的敘事 就是說性別平權運動 是台灣民主化歷程的 一個現階段重要的工作 也就是說他完全無縫接軌 台灣民主化不斷發展 不斷民主化 一直民主化 然後民主化到現在 就是推動 推動到這個 現在目前要走 走婚姻平權這條路了 那很有趣他中間 有一些那個論證說 台灣的族群階級性別 那族群跟階級相對被處理了 性別還沒有那麼被處理 那族群被處理是什麼呢 他說在原住民被歧視的問題 越來越少了 我也不知道這個 這個觀察的那個 點讚 沒關係 這不是今天要深論的重點 重點就是說這個 把性別平權 相牽回 相牽到一個民主化進程的 這個敘事 我認為是有一點問題的 好 這個就是我反映到 其實我覺得 包含我自己未來也希望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認為我們長期缺一個工作 就是把當前台灣的家庭功能 跟性質啊 比較歷史化的檢視 包含現在一夫一妻 婚姻家庭的配置跟意識形態 我前面在講的那個 作為現代就是那個 勞動力再生產的這個功能 我認為是一塊 那但是它當然不是全部 而且台灣也不是自始至終 或是全世界各個地方的家庭 不是普遍適用 不是家庭不是一直都是這樣子的 而是說這個目前的家庭的 配置跟構造是 當代國家機器的協作產物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台灣整個 邁入現代性的歷史 從日本殖民到現在 其實不到百年的時間 所以大家有沒有印象深刻 就是說 前陣子那個奶粉殺陰的事情啊 有記得嗎 就是那個大伯 伯母因為忌妒 那個自己的那個 就是那個子女 被殺掉的那個女孩 她比較獲得公婆的疼愛 所以她為了要爭寵 爭取這個公婆的疼愛 包含公婆對自己小孩的疼愛 所以她就在那個 死掉的嬰兒的奶粉裡面 加鹽要害死她 這個家庭 大家注意到它是 就不是我們現在想像的 一夫一妻小家庭 它是跟公婆同住的一個大家庭 那其實台灣在很短的時間 經歷現代化 包含日本代入歐化家庭 一直到戰後啊 台灣那個 所以在很壓縮的時間內 進行這個轉變 所以到現在看來 其實你看我們 在同一個時間平面上面 我們同時出現了 不同的家庭型態 就是你可以說 有多元家庭 有一夫一妻小家庭 但同時也還有這種 傳統的家庭 我認為其實在文章 我們的那個系列文章裡面 特別是Lito 跟秦森的文章 其實都描述了 就是說現在我們對於台灣 那種現代性的預設 其實是很參差不齊的 實際現狀是很參差不齊的 就是那個發展非常不均的 特別是城鄉不均的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家庭的性質 我覺得我們需要 比較歷史化的去還原 或者去認知它 到底包含跟台灣 因為這個就涉及到家庭 它不只是一個個別的單位 它其實比如說 從過去以農養工 變成台灣變成美國生產基地 被結構到整個 第三世界國家地區 家庭集工廠 家庭是生產單位 到後來家庭變成那個 70年代後經濟成長 然後變成一個 一個消費單位等等 這個家庭功能性質 其實隨著社會性質的轉變 其實都不斷地在調整 所以我認為這個分析是 欠缺的 然後很需要做 就不會變成說 現在理所當然大家 應該要去追求一個家庭 而那個家庭是一個 好像跨越時空的 幸福的那個 就理所存在在那裡 很強的一個家庭 這樣子 那我第二個要講的 一件事情 就特別剛剛在講到 我認為 會